这个中东地区啊 现在是百年未有大变局啊 这个伊朗呢 要向沙特分享核计数 没听错啊 伊朗要向沙特分享核计数 这个世界变化快 真的是太快了 美国遇到了大麻烦 这个死敌到密偶啊 瞬间转化 这就是百年未有大变局 这个世界上国与国的关系啊 其实更多是基于力 不是情绪啊 那这条规律呢 现在在中东 看呢 我觉得看非常明显啊 伊朗和沙特在历史上 是有夙愿的事实 很多人不看好双方的和解 结果就是在中国过程下 奇迹发生 但这个奇迹还没结束啊 谁都没想到两个国家 从死一到密偶 快速的这个恢复关系啊 那野门战场局势和解 紧接着组建联合舰队 维持波斯湾秩序 而且都是没有美国参与的情况下 甚至还刻意将美国排除在外 那现在看呢 伊朗啊 更是下一步要向沙特分享核技术 其实这个沙特啊 分享核技术 伊朗是有自己打算的 这一下美国以色列啊 其实要非常麻烦 美国退出伊核习 以色列不断的对伊朗核实施 发动这个破坏袭击 对吧 咱们说伊朗啊 这个获得核技术 以色列是绝对要反对的 他主要是美国一定不允许中东能出现一个 除以色列以外另一个核国家 这是美国底线呢 也就是说不能让中东的伊斯兰国家 拥有核武器 甚至不能拥有和平 利用核能权力 这是美国的底线 但是伊朗呢 现在德克兰时报 他报道说 伊朗最高安全机构 相关的网站叫努尔新闻 说建于最近伊朗沙特关系解冻 伊朗可以结合自身的成功经验 并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与沙特分享自身拥有的核技术 这一项合作也可以成为两国双边关系主轴之一 那么也就意味着伊朗有意无视美国和以色列反对 要向沙特提供相关的核技术 那伊朗核技术 有人说到底怎么样啊 大家注意啊 这可能是你看欧洲方向啊 俄罗斯向白俄罗斯啊 部署了核武器啊 尽管是战术核武器啊 而这边亚洲呢 这个美国向奥克斯联盟 是吧 这个澳洲亚啊 又转移转移这个核武器啊 中东呢 现在看啊 伊朗又向沙特转移核武器啊 你可以看这个 现在确实百年未有大边境啊 这核武器正在扩散啊 沙特啊 现在到底能不能得到伊朗核技术 伊朗核技术有没有这么先进呢 我觉得还是真的啊 这个不要小看伊朗核技术啊 以色列和美国一直在阻挠沙特掌握核技术啊 这条很多人不不太注意的行为啊 以色列和美国一直在阻止沙特获得核技术啊 在破坏沙特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上 也是不遗余力 所以沙特在18年就宣布啊 当时要建16个核反应队 但是一直没有任何进展 原因就是没人给他干 他自己能力有限啊 没人要去干 阿联酋呢 已经运营阿拉伯世界第一座核电站 美国不反对 那有人说 阿联酋不反对 为什么反对沙特 原因就是沙特是阿拉伯世界啊 一个体量非常大的国家 银行力非常大 他是领头羊 美国呢是担心沙特掌握核技术啊 你核反应堆 实际就是浓缩油的密度吧 找离心机就干了 这个伊朗是干的非常清晰的啊 那很显 美国能不允许沙特掌握核技术啊 一一旦掌握这个核技术民用的 那进一步研发核武器 那就非常容易了 所以呢 允许阿联酋 但是不能允许沙特啊 就美国允许那些没有野心的能力的 阿拉伯国家建核电站 但是啊 那沙特绝不能建 那也是认定沙特啊 这个 要拥有核武器 是美国啊 应该情报文获得的战略情报 你要建核电站的目的 实际就是为了拥核啊 所以美国人绝不许 你看啊 美国人现在在这个 阻止自己的这个 咱们说 盟友也好 包括自己的敌人也好 拥有核武器这方面啊 他是排在第一位的 但是呢 他看啊 如果实力不行的话 他会给自己的啊 咱们说讲英语的 昂主萨克逊这帮盟友啊 提供核武器啊 所以你说这个事件啊 根本就没有美国要讲的啊 他所谓的和平啊 自由啊 民主啊 没有这样啊 沙特啊 他应该得到战略情报了啊 他就是要搞这个18座核电站 为了以后拥核嘛 啊 所以美国人坚决反对 那沙特从中国俄罗斯和法国引入核技术啊 这并不能帮助他能提升研制后勤能力啊 伊朗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虽然伊朗呢 一再表示和平利用核能 但是仍然是遭美国欧洲的制裁 因为以色列压根就不相信你伊朗是在搞和平利用 而且以色列为了维持他在中东的独特军事地位啊 他是个隐形的核国家 如果沙特也拥有核武器啊 那么与伊朗合作 那么这个局势以色列是根本就控制不了的 中东地缘政治必然是带来一场巨变啊 那想想这里边啊 三个有枪的啊 这事就难办了 两个有枪的就简单了 伊朗和以色列都有枪 互相干就完事了 而三个有枪的这事你能打吗 打不了了 中东政治必然是带来一场巨变 我觉得现在沙特啊 雍和这事伊朗看到啊 还是有利的啊 有利于自己的发展啊 咱们看到伊朗向沙特分享核技术啊 绝不是中国支持的啊 这完完全全是伊朗的内在动力 为什么这么说呢 原来就是美国的制裁啊 你像啊 反美是伊朗最高利呀 现在只要沙特自主发展核技术 那么美国到底是制裁还不止不制裁沙特呢 如果制裁沙特 那正好可以缓解伊朗被制裁的压力了 对吧 而且还会与啊 这个沙特 美国和沙特翻脸 而沙特会和伊朗走近呢 两个双方都是被制裁的 那你如果不制裁沙特呢 那意味着啊 你现在就美国双标了啊 你制裁伊朗不制裁沙特啊 而且谁都不敢保证 沙特就不会成为下一个隐形的雍和国家 他都到底搞没搞出来 谁也不知道啊 这时候以色列啊 就非常尴尬啊 以色列现在 对吧 其实最担心的还真的不是伊朗啊 现在担心沙特岛 沙特岛的伊朗啊 这个帮助之下搞出来核武器 那很显以色列真的有麻烦了 这个世界太快了啊 阿拉伯世界中东国家和解 之后快速这种形成这种合力啊 咱们真是没想到啊 我觉得这种局面是对中国非常有利啊 很多没注意啊 沙特拥河 那等于是美军必须要保证以色列安全了 那就是美国人要必须要把自己的 这个核力量分布到中东地带 那么意思很简单 美国的核力量部署在中东地带 那就减轻了欧洲和亚洲的美国核力量的部署 咱们注意美国30年 它的战略核潜艇40%要推移了 包括它的这个航母等等啊 水面舰艇 这时候它能够提供的这种核力量啊 核打击力量平台是非常少的啊 亚洲已经不够用了 所以它为什么找找这个澳大利亚要2000亿美元造 2000亿澳币啊 澳元要造这个核潜艇啊 而且是70年才能到手啊 原因就是美国人其实要用澳大利亚的人的钱造核潜艇 那现在看这个造完以后可能也要部署在中东了 而不是部署在亚洲了 它现在明显是明显是跟不上节奏 明显是没有能力应对全球的这些威胁 那是不是这些核力量部署在中东就会减轻亚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